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回答丧文化和青年颓丧的关系 我们就必须要扩清丧文化在何种意义上丧 在何种意义上并不丧 以及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讨论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曾在不同的场合 多次分享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但这一次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 居家防疫 我也是利用这段时间把自己最新的思考融入其中 同时采用线上直播这样一种方式 也更加贴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能够一起愉快地度过 那么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 我想简单介绍一下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话题 可能有同学会说都已经2020年了 为什么还要去炒前两年的冷饭 确实这两年网络上对于丧文化的关注度 已经不及前几年 直观的感觉好像是丧文化的热潮已经退去了 甚至难以寻觅及踪迹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丧文化并未远离青年人 仍然还在影响着青年人的日常生活 在后续的讨论中我们也会更加明确这一点 在这里我先简单说明一下 选择这个主题的三个原因 第一它的高话题度引起了我的关注 2016年丧文化迅速在网络上走红 随之而来的是承载着丧与录的各式各样的表情包 我自己很遗憾当时手机内存太小 错过了这场热闹无比的表情包大战 那么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发现当我在和朋友进行聊天的时候 我们已经不能在同一个频道了 这对我触动很大 我开始关注并研究丧文化 试图以青年视角来思考和回答丧文化 与青年推上的关系 从2016年到现在 我一直在不间断的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第二 丧文化引起了我的情感共鸣 我自己本身就是青年群体的一员 不是丧文化的旁观者 而是他的亲密者和体验者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表情包 都非常熟悉 利用力也非常高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高的利用率 主要原因是 他们非常真切的说出了青年人的情感体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疲惫和累仿佛成为青年人的常态 而无缘由的疲惫和累 更让我们焦虑 这也是我迫切了想要搞清楚 丧文化和青年颓丧的关系 第三 话语方式的变革 引发了我的思考 今天我们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大友人说热爱生活 追求梦想 渴望幸福等等 为什么会被质疑在熬鸡汤呢 是青年的价值观彻底走向的颓丧 还是青年的话语表达方式 和情绪表达方式发生的变化 这里我想分享一个自己的真实体验 在硕士两年的学习过程中 我对幸福观的问题非常的感兴趣 有考虑把它将作为我将来博士的研究方向 但是身边的好友同学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情绪都会发生非常微妙的变化 我的一个好朋友 更是半开玩笑的直接说 你是准备开始熬制鸡汤了吗 我当时非常诧异 幸福观是一个非常古老又严肃的话题 为什么到了今天 它给我们的第一感觉就变成熬鸡汤 而且还是毒鸡汤 那么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一起走进丧文化 了解一下丧文化是如何出场的 一般来说 2016年的7月 葛优唐在网络上的迅速走红 被看作是丧文化样态的正式出场 与此同时 丧文化概念的出场则要稍晚一些 9月30日 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文章 引导青年人远离丧文化侵蚀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首次使用了丧文化的概念 而且他还给丧文化的特征进行了一个界定 就是自嘲 颓废 麻木 等这样的生活方式 那么目前呢 舆论对丧文化大致有两种看法 一种就是侵蚀说 说丧文化就像精神鸦片 会侵蚀青年人的精神世界 对青年人的成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概念的丧文化 一出场其实就带有严重的负面指向 第二种是温和反抗说 说丧文化只是青年人的自我调侃 自嘲 是对现实世界的抱怨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应该正确的加以引导 丧文化真的表明青年颓丧吗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说二者有关联 那么有怎样的关联 我认为呢 不能笼统的回答这个问题 应当澄清 丧文化在何种意义上丧 在何种意义上并不丧 在时代境遇中理解 和把握丧文化 既不能将丧文化妖魔化 也不能美化丧文化 我们来看一下 丧文化到底是什么 丧文化它主要是青年群体 在网络空间 表达自嘲 颓废 无力 等相对负面情绪的一种 青年网络亚文化 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出 丧文化的有特定的主体 是青年群体 特定的空间 是网络空间 特定的情绪 自嘲 颓废 无力 等相对负面的情绪 那么它的显示风格 以核心特质 就是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它有什么样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 就是借用 它一般不是原创性的 而是从影视文化中 借用某些经典台词 或者经典动作 然后再加以改写 重组和平贴 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意义 比如说非常经典的格尤堂 它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和内涵 那么第二个特征 就是戏剧 借助虚拟的表情包 或逗趣的卡通形象 调侃和自嘲 带有较为浓厚的 完事不公的色彩 它的基本特征 就是表情包加丧与录 那么表情包是载体 丧与录则赋予特定的表情包 特定的意义和内涵 第三个特征就是高参与度 网络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 具有及时性 互动性 全媒体性等特征 为丧与录的流行 准备了条件 丧与录加表情包的创作 简单随性 门槛很低 每个互联网用户 都可以自行转发 传播 更为重要的是 它可以自由的创作 具有非常高的参与度 事实上呢 葛优唐 游腻 佛系 他们都只不过是 丧文化的不同样态 当然 有人可能会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 尤其是佛系 好像已经摆脱了这个丧的色彩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先来进行一组 请你想象 大家可以和我一起 先深呼吸 然后放松 想象一下 假设 疫情已经得到全方位的控制 春暖花开 一切回归正常 家里长辈挑了一家 你最喜欢的餐厅 聚餐 但这家餐厅同时也有你特别不喜欢的菜 而长辈刚好选择了这个菜 就问你 说明明呀 你觉得这个羊肉怎么样呀 事实上你非常不喜欢吃羊肉 你会怎么说呢 你会说 我不喜欢吃羊肉 我们还是换一个吧 还是说都行都可以的 您看 我相信大多数同学都会和我做出一样的选择 都行都可以 那么这是一种虚伪吗 当然不是 这是一种尊重和礼貌 此时的佛不是真的随便 而是尊重和礼貌 好 我们来到下一个情境 假设疫情已经得到全方位的控制 春暖花开 你和小伙伴们都顺利返校了 经历了一个月的紧张学习后 终于有机会出门改善火食 那么吃什么呢 火锅 烧烤 米线 仿佛都在向你招手 而你犹豫不决 难以选择 那么此时的佛是真的都可以 希望好友帮你做出选择 因为你自己实在是难以选择 最后一个情境 假设疫情已经得到全方位的控制 春暖花开 你和小伙伴们都顺利返校了 经历了一个月的紧张学习 感觉身体都要被套空了 终于有一个周末 可以用来补教 这时的你只想以最快的速度 崩回宿舍 拥抱你的床 带你的好友情绪低落 想要疏解情绪 提一句K歌 或者去看电影 那么这时 K歌和看电影 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都不是你想要的选择 这个时候你说都行都可以 主要是成全别人 那么此时的佛 也不是真的佛 这里只是列举了生活中的几个小例子 可能不是特别准确 我想强调的是 语言的意思 不能仅从字面意义去理解 要倾听表达者 透过文字 想要传达的意思 古人所谓的听话听音 正是把握住了精髓 当然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 在新冠疫情 尚未完全得到控制时 一定要居家隔离 注意防护 好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话题上 那么提到佛系 很多同学还会联想到 日本学生大前研一的一本畅销书 低欲望社会 认为日本青年所谓的低欲望 是一只不合理的物质需要 更加注重高层次的精神需要 以此来证明佛系不是丧 那么我们说这种理解 其实是不准确的 事实上低欲望社会 还有一个副标题 叫丧尸大之时代的 金谷福论 作者大前研一 他将日本经济社会 发展的现状和特点 改革为低欲望社会 低欲望社会的特征是什么呢 低生育率 超高龄化 消费萎缩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不愿背负危机 丧失上金心和正常欲望 而安倍经济学 无力改变现状 作者认为 克服低欲望社会的良方 是实现真正的移民社会 那么在低欲望社会中 年轻人的特征是什么呢 作者大前研一 给出了一个界定 就是穷冲 也就是说 生活虽然不富裕 但是感觉很充实 不需要为了获得 更高的物质财富 和社会地位 而辛苦工作 相反 正因为生活不高 才能过上心灵富足的生活 我们来分析一下 日本年轻人所谓的穷冲 是不是真的佛 首先我们说穷冲 他人为的将物质层面的需求 和精神层面的需求 对立和割裂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有语境中 与人的物质需要相比 更加注重人的德性修养 赞上安平乐道的秩序 比如说呢 孔子就曾称赞言回 一单时一飘饮再露相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穷且一肩 不坠青云之志 更是一种崇高的境界 但他们强调 都是人在穷困的时候 也不要忘记自己的志向 不要放弃德性修养 而不是主张 意志合理的物质需要 与凸显精神需要的崇高 孔子曾明确表示 富而可求也 虽执边之势 无以为之 如不可求 从无所好 物质需要是人最基础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人的物质需要 也相应的提高和变化 这是合理的 不能把它和精神需要对立 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例 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四大件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手表 自行车 否认机和收音机 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四大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彩电 冰箱 洗衣机 和空调 那么到了新时代 人们又提出了新的三样 什么呢 电动牙刷 扫地机器人 和智能马桶盖 人民对物质生活的品质性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是合理的 那么其次呢 穷冲的症结在于丧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日本的一部历史剧 叫板上之云 它是根据日本小说家 司马辽太郎的小说 改编而成的 这部小说呢 它描述了一群 为让日本成为匹敌欧美列强的 近代国家 而奋力拼搏的年轻人的故事 展现了年轻人 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奋斗精神 那么大前言一认为 与板上之云描绘的 这样的一种胸怀大志 远渡重阳的明智时代 即战后第一世代相比 今天在第一望社会中 培育出来的年轻人 缺乏竞争心 那么随着第一望社会的到来 日本年轻人DNA也发生了变异 什么意思呢 是说它不再予有远大的知晓 马克思就曾指出 人的需要构成一个 丰富的需要体系和需要序列 但从类别上看 主要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类 人的精神需要又有不同的层次 一是消遣类的精神需要 比如沉浸在大众文化中 一味追求感官的刺激 另一类是创造型的精神需要 比如说文学创作 艺术创作等等 它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那么丧志正是高层次精神需要 及创造性精神需要 缺失的重要表现 那么大千燕一也看到了 这种现状 它在全书的结尾 希望年轻人能够拥有 充敬精神 并且鼓励年轻人说 你就是有志之人 没有问题 唯你能成功 呼惯年轻人拥有开拓进取 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奋斗拼搏精神 那么再次作者表明 对日本年轻人的态度 他说尽管日本年轻人丧失了远大的志向 让人非常担忧 但是我无意指责年轻人欲望低下 年轻人无意本身 从某种层面来看 也是合理的选择 日本年轻人追求穷冲 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 不能片面指责年轻人丧失大志 更要深入思考 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背景 迫使年轻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那么面对时代富裕的寄大压力 年轻人又将何去何从 这种迷茫彷徨 正是丧化重要的情感底色 因而我们说佛系不是真的佛 而是在巨大压力之下的一种退守 它呈现的不是无欲无求的精神状态 而是焦虑迷茫不安 以及在时代大潮下的无所事从 那么2019年2020年丧化是否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呢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大家应该非常清楚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 也就是2019年 有一个网络游行语非常的热 就是我太难了 它也被杨文贾尔兹评为了2019年的十大流行语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从格优糖到油腻到佛系再到我太难了 虽然丧的色彩一再弱化 但背后折射的心态却是一致的 那么丧文化到底折射出青年怎样的社会心态呢 我们先来看一组丧语录 有时候你不努力一下 不知道什么叫绝望 这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不一致的 从小老师都告诉我们 努力是一个正向的价值 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 所谓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新人 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努力都会有结果 而丧与录告诉我们 努力至少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叫你绝望 哪有什么选择恐惧症 还不是因为穷 意义正地 我曾经为了买一款笔记本电脑 为了追求所谓最高的性价比 比较了各种参数 足足做了两天的功课 并不是因为我乐在其中 而是因为囊中羞涩 那么在各种各样的购物鞋 比如说双11双12 618 也许什么女生节 在这些节日里 很多女生都会在购物车里 加非常多的物品 但最终我们可能只会选择其中的几种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穷 比一个人吃火锅更寂寞的是 一个人没有钱吃火锅 一个人去吃火锅已经会被冷眼相待了 而且一个人还没有钱去吃火锅 多么凄凉 你无法用钱买到幸福 因为你没有钱 听到前半句 我们以为是在批判 时下流行的物质享受性不关 反对金钱至上 金钱万能 但最后我们发现 他只是想要嘲讽我们的那点钱 买不到幸福 那么这些语录 背后折射出的是青年的社会焦虑感 是一种对未来的迷茫和不安 我们再来看一组丧语录 条条大路通罗马 而有些人就生在罗马 我们知道当有些人拼尽全力 让自己的孩子 获得取点公平的时候 有的人却已经在终点看风景了 灰姑娘嫁给了王子 是因为她本身就是公爵的女儿 这让我想起了 就是小时候听到了 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小时候真的特别特别的感动 觉得丑小鸭竟然可以变成美丽的白天鹅 后来才发现 人家能够变成白天鹅 主要不是因为后天的努力 而是因为人家本身就是白天鹅呀 如果你是一个臭小鸭 你怎么都不可能变成白天鹅的 不要看别人表面上一帆风顺 实际上他们背里里也是一帆风顺 那么这句话好像是在说别人一帆风顺 其实是在嘲讽自己 好像哪哪都不顺 你们之所以喝鸡汤 是因为肉被别人吃了 不是因为鸡汤营养价值高 而是因为你没资格吃肉 只能喝鸡汤 那么我们说这一组语录 它折射出的不再是社会焦虑感 而是相对剥夺感 是一种将自身与他人比较之后的 一种被剥夺的感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种现象 我们说很久很久以前 当大家都在都住在差不多的小土房时 即便有的房子小一点 有的房子稍微大一点 有的房子稍微好一点 有的房子稍微差一点 大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 毕竟只要能放下一张床 一个饭桌 就能满足我们对房子最基本的需求 我们需要的是房子的使用价值 但是慢慢的 小土房旁边出现了一些砖房 周围的人可能觉得也还行 但是突然有一天 我们发现在众多小土房 和少有的几个砖房旁 出现了一幢富丽堂皇的宫殿 这个时候很多人的心态就崩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人的需要是具有比较性的 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交流感是互为作用的 到了后期 我们已经不在 我们已经主要不注重的是房子的使用价值 而更加看重的是它的符号价值 这种现象马克思当年就看到了 他做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座房子不管怎样想 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 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 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 耸立起一座宫殿 这座小房子就要缩成谋涉模样了 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 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 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 那座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结的不合适 越发不满意 越发感到受压抑 我们说在时代境遇中理解和把握散文化 首先应该看到散文化是青年竖解情绪的一种手段和方式 2014年的5月4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祖堂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 都有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 创造历史 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确为我们成长成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我们有机会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但是不可否认青年也面临着祖辈父辈不曾遇到过的新问题新挑战 我们面临着升学难就业难买房难 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 选择属于他们的特有的丧文化的形式 表达内心的焦虑无助和彷徨 不能以待机视角简单的指责和否定青年 将其以丧的外观进行情绪疏解的行为 直接等同一青年颓丧 这是不准确的 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在2018年的5月份 中国青年报写手腾讯发布了00后画像报告 我截取了几个与我们今天话题相关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 用哪些词来形容00后 也就是说00后如何看待自己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幅图 我们发现00后对自己的认知是多元的 藉由开放、独立、自信、爱国等传统的核心价值 也有宅丧佛的一面 那么我们要强调的是 宅丧佛这是00后诸德特中的一个侧面 不能以此来界定00后 第二个问题 获得成功需要哪些条件 那么89.4%的人认同努力奋斗的价值 62%的人认为需要良好的机遇 53.3%的人认为需要个人的天赋 38.6%的人认为需要粮食指导 那么只有10%的人认为需要父母给力 近九成的00后 认为成功主要依靠个人奋斗 这一颓向的价值观是冲突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问题 你眼中现今中国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那么6.5%的人认为 现在是历史最佳17之一 73.1%的人认为 虽然不完美 但一直在进步 我们发现 这两格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它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 以及中国现在的现状 都有着非常好的预期 那么如果完全颓丧的人 是不会关注 也不会给予中国现状如此良好的预期 第四个问题 如何看待建设 如果看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目标 那么31%的人认为应当发奋努力 为实现强国目标尽力 25%的人表示知道此事 24.6%的人认为 与自己信息相关 完全不知道此事的人 只占了19.4% 至于推仓的价值观 也是重途的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 00后希望改善生活中的哪些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近7成的00后 希望改善经济条件 近6成的00后 希望改善升学压力 与80后 90后相比 00后的出生和成长 都是在经济条件 更加富裕的一个年代 而且他们几乎都在求学的阶段 但是依然希望改善经济条件 可以见生活的压力 确实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总体来看 中国的年轻人并不丧 但的确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 这也是不能否认的 丧物化是一种非对抗性的青年网络亚文化 是一种自嘲式的无力对抗 无力反抗 这和屌丝文化是不同的 一方面要承认丧物化是当代青年表达和宣泄 负面情绪的出口 但另一方面不能美化丧物化 必须看到丧物化潜在欲含的 主体退缩和意义缺失的危险 丧物化只顾于自嘲和调侃 满足于自我指认和抱团取暖 以娱乐化和消费取代现实的行动和变革 在丧物化的种种包裹下 青年呈现的是一种退缩性倾向 极由创造性主体走向退缩性主体的倾向 大家可以想一下 可能有人会说 好像不是这样呀 虽然我们每天整天喊着丧 但我们不还是认真上课 努力工作吗 我们怎么就没有创造性了 凭什么说我们就成了退缩性的主体 我们说丧不等同于心理学已经中的抑郁 也不意味着日常生活中的不思进取 消极颓废 拒绝成功和进步 但它的确潜在云含着意义缺失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只关注眼前的一目三分地 只是为了眼前而生活 只是为了自己而生活 丧失了远大理想和家国情怀 人与动物是不同的 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都对人的本质进行过论述 都从不同侧面强调了人的精神属性 布莱茨·帕斯卡尔就提出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 是自然间最脆弱的东西 但它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 马克思指出 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 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 就是说是自为的存在着的存在物 因而是论起来物 也是强调人的精神属性 习近平总书记则强调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我们知道人与动物不同 不仅要满足基础性的物质需要 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同时它更具有全面发展的一种需要 这是一种创造性的需要 丧物化一旦超过情绪疏解的限度 就会丧失积极意义 越接后的丧物化将会把青年推向真正的推丧 那么面对丧物化 青年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不做丧物化的傀儡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当代青年面临着祖辈 父辈 不曾遇到过的境遇 承受着压力 无助和彷徨 这是不可否认的 但青年不应过度放大自身承受的压力和焦虑 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哪一代人是轻松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恼和焦虑 我们今天所苦恼的 可能正是祖辈父辈渴望而不及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都渴望拥有一个稳定的职业 甚至希望国家能够分配男女朋友 解决终身大事 当然这只是一种调侃 但是这种自由自主的择业观 却是祖辈父辈 曾经所渴望的 丧失了行动力的自嘲和压力 丧失了行动力的自嘲和抱怨 只是一种消极的作为 无助于现状的改变 更不可能实现幸福生活 面对压力和焦虑 当代青年在疏解情绪的同时 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用辛勤劳动 克服困难 实现幸福生活 那么我们讲到这里 可能有人又会在心里说 果然还是熟悉的套路 又开始熬鸡汤了 给我讲什么艰苦奋斗 我想说这不是我的本意 我本人对于各式各样的鸡汤 就比较反感 自己更不会熬制鸡汤 我们只是想花一点时间 来严肃的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2019年出现了一个和奋斗 密切相关的网络日词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就是996 996的话题 曾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涵盖面也非常广 简单的几句话 很难说清楚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 奋斗不等于提倡996 当我们在谈996的时候 不是在谈要不要奋斗 而是在谈如何奋斗 这一点人民日报说的很清楚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崇尚奋斗 崇尚劳动 不等于强制加班 正确打开996话题的方式 不是要不要奋斗拼搏 而是如何更好的 去奋斗拼搏 那么我们都知道 奋斗作为一种正向的价值 它其实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 是全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 艰苦奋斗不仅适用于生产力 比较低下的年代 新时代也并未过时 首先 艰苦奋斗的侧重点 从来都不是艰苦 而是奋斗 奋斗的价值 不因生产力的提高或进步而贬损 以前讲的艰苦 主要是物质层面的 而现在的艰苦 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 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 青年人如何坚守本心 这是一个艰难的修炼过程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 其次 艰苦奋斗内在要求永久奋斗 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而是一生的 要以生命为界限 所谓生命不止 奋斗不息 那么在1939年5月份 毛泽东同志在 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的讲话中 就曾提出 中国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 就是永久奋斗 在2019年的5月 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也指出 五四运动与全民族的搏击 培育了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已经成绩这份光荣的传统 砥砺前行 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 也是同样的 我们不应对目标产生怀疑 而应该把精力放在如何以正确的价值观 引导丧物化 使丧物化止步为情绪疏解的手段 成为我们实现幸福道路上的助力 而非半小时 关于幸福的问题 这里我想多说几句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一开始抛出的问题 就是说幸福作为一个非常古老严肃的话题 为什么在今天人们对他的认知变成了熬鸡汤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古希腊的时期 德莫克里特他就提出 幸福基于灵魂之中 将自己的幸福哲学 建立在原子论的基础上 在幸福问题上坚持了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 那么伯拉图 他则认为得性和智慧 才是人生的真正的幸福 那么亚里士多德 他肯定的幸福是人的活动 而不是神的活动 提倡至善就是幸福 反对将快乐等同于幸福 那么与此相反 伊比纠鲁则主张快乐是生活的开始和目的 但是我们这里要注意一下 他所谓的快乐和我们今天理解的有一点不同 他所强调的快乐既包含了身体的无痛苦 也包含了灵魂的不受干扰 而且他更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快乐 他曾经这样表述 构成快乐生活的不是无休无止的狂欢 美色 鱼肉 及其他餐桌上的佳肴 而是清晰的推理 寻求选择和避免的原因 排除那些使灵魂不得安宁的观念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最早的幸福观是五福幸福观 而且他对中国主流的幸福观 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所谓五福就是一约寿二约富三约康宁四约优好德五约考证命 我们来看一下五福的含义 寿就是长寿 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 中国向来有这个习讨床舍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民间习俗在生日的时候要吃一碗长寿面 那么富它包含两个层面 一个是钱财富有 第二个是社会地位尊贵 也就是钱和权两个层面的统一体 康宁同样是两个层面 身体健康和内心的安宁 优好德 它注重的是德性的修养 那么考忠命就是字面的意思是什么 是老而得善忠 也就是说人不仅要追求生命的长度 还要追求生命的深度 要活出意义和价值 那么三不朽则表达了 对社会精英的更高要求 即所谓的利得 利公利言 能够做到的人是非常少的 这是对于社会精英的一种 更高的期待和要求 那么宋战的张载 他做了更加创造性的发挥 把三不朽表明成以下方式 什么方式呢 就是说为天地利心 为声明利命 为往圣迹绝学 为办事开太平 同样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 也是非常少的 他是对社会精英的一种期待 那么我们说幸福 其实它不仅体现在客观的物质维度 它还是人的一种主观体验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 不同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了解 有时甚至同一个人 前后的解释也不一致 当其病时 以健康为幸福 当其穷困时 则以财富为幸福 当自觉其无知时 我羡慕那些能宣传某种 为他所不能想到的 伟大理想的人 关于这一点 我想大家应该和我一样深有体会 以前就是我们都渴望躺在床上 然后学习忙碌的时候 觉得自己和床一刻也不能分离 谁也不要把我们和床分开 从来也没有想到过 有一天我们这样期盼 早日回到校园 这么热爱学习 这就说明了什么 环境的改变 不同的时候 人对一个同一件事情的理解 是不通的 同样的物质条件 是否幸福和人的主观的一个理解 主观的体验是息息相关的 幸福是不能够缺失了 主观这样的一个维度的 如果缺失了主观维度 也就是说如果青年 他退编为一个退缩性的主体 他自己不再去追求 幸福 即便物质生活再丰裕 青年也会感到精神迷失 处于无根的状态 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 第二 警惕丧物化走向颓丧 还要增强明辩和选择能力 理性对待丧物化 在2017年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 关于丧物化的社论文章 区分了青年理解的丧 和外界理解的丧 微妙的变化 微妙的区别 如果认真梳理 当前流行的所谓丧物化 可以发现 其实不少年轻人喜欢的丧 和外界对于丧的解读 有着微妙的区别 最明显的一点是 其实丧不等同于负能量 也不意味着绝望 而大多是作为一种自嘲 和排解压力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张图片 一个是没希望酸奶 一个是不熟酸奶 这是典型的丧营销 那么随着丧物化的走红 部分商家抓住了青年 对丧物化的喜爱 借用丧物化营销 造势宣传 吸引眼球 比如说丧茶 小鸡杯 爱无能酒馆 没希望酸奶 不熟酸奶 等等 助推了丧物化的流行 渲染丧物化 无所不在的假象 像不熟酸奶 没希望酸奶 这类的营销 他们售卖的主要 已经不是酸奶本身了 而是贩卖的焦虑 彷徨 自嘲等丧丧的情绪 以此来牟利 那么青年又增强 明辩和选择的能力 不要跟风鱼的 盲目追赶潮流 更不能为丧而丧 以丧为荣 在丧物化中彻底迷失 沦为丧物化的困 第一 丧物化对青年 确实存在潜在的负面影响 但这并不代表 它一定会对青年 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 人不是机器 人有喜怒哀乐 有情绪的波动和变化 青年处于儿童和中年的过渡阶段 情感更为丰富 波动性更强 难免会产生负面情绪 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 青年选择以丧物化的形式 疏解情绪 社会应当予以尊重和理解 不能一棒子打死 也无需谈丧色变 第三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化丧物化 鼓励青年崇尚颓丧的价值观 青年以警惕丧物化背后 主体退缩和意义缺失的潜在危险 以正确的价值观引领丧物化 理性对待丧物化 并除丧物化的消极影像 做可爱 可信 可贵 可为的新青年 最后 在这样特殊的时刻 希望大家都能调整好心态 记下心来 多读书 多思考 我们相信 2020年的春天 一定会更加明媚 更加温暖 在此我也祝愿 所有的青年朋友 能够找到自己 真正热爱的方向 过上自己 真正热爱的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